上課的影片我也錄下來了 放在最新消息裡面 所以你最新消息點擊的話 進來這邊就有了 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當然呢 如果問說Excel到底哪一些是最重要的功能 我想應該沒有疑問的應該就函數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真的把Excel學好的話 那第一個一定要熟悉這個函數 那函數當然你會發現它其實有分很多類別 那當然我們 主要前面的部分是 利用幾個函數 像那個Find、Lapt 那這個因為是要在中間就Mid 所以如果假設你將來 想要把函數徹底了解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從這個 插入函數這邊進來 那這邊就有一堆了 它其實分類分的蠻細的 那我們目前有用到的其實就只有一個類別 就是文字類的函數 當然還有其他類別的函數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找相關的書籍 自己再慢慢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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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我要說你要把函數學好 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那當然呢 如果你假設沒有太多的時間 而且你也沒有方向的話 我覺得齁 或許你可以像坊間有一些症照可以考 我建议你可以试试看 证照考试主要就是 它把一些问题给你 你要把这个问题的答案解出来 那用的比如说就是要用函数 那当然它会举一些比较重要的函数 要你去做 而且我在楼梯间好像有看电梯下面有公告 如果你考证照 学校是会给你费用的 会补助你的 所以如果你拿到证照 学校会发那个应该算什么 补助还有奖学金吧 我看费用好像比你去考的还要等于是多一些哦 所以你拿证照增加自己的实力之外 又可以拿到一些奖学金 但合乐而不为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举数得的好事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楼梯间那边有一个公告 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那当然我们用的是文字类函数 那如果假如你不是 你如果不想要透过一般书籍去学习的话 其实它有一个方法 其实底下它都有一些说明 像我自己使用的心感觉是说 我其实没有特别说找哪一本书啦 我大部分都是看懂上面的讯息 然后呢知道说该怎么做 我就去把它使用出来啦 比如说FINE函数好了 像我们上礼拜用到这个FINE函数 这很重要的 FINE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你如果要找的 比如说一些资料的特征 像比如说我要找什么 找那个细索 细索是前刮符的前面这些字的话 那其实我个人习惯是用FINE FINE什么 FINE前刮符的位置 那前刮符的位置 刚好在第五个字嘛 那我要的是前面四个字 把FINE的位置减一 再用配合一个LAPS 其实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那MID的话呢 这个地方哪一班的话 那刚好位置是后刮符 所以后刮符 这边有个空白 后刮符的空白 后刮符的下一个字的下一个字 等于下两个字 所以你把它加二就可以了 那就知道说你要取的字在 按代用MID 取那个字的位置 然后取几个字 取一个字 这样就可以把你要的讯息 给取出来 那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假设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会用FINE 以前要怎么做 以前可能就是用眼睛看 你把它点两下 选起来 复制贴过来 那这边点两下 选起来 复制贴过来 那不得了了 那它做多久啊 OK 而且如果全校这么多人 可能上万人的话 那这永远做不完 所以势必 如果假设你用Esser 一定要会用这个 这个像FINE 像LAPS 所以我们第一次上课 好像就是讲到这个吧 然后第一次第二次 所以就是把这个公式把它做出来 然后另外有做了一个年期 还有这个学硕士 就是瓜虎里面的资料 我要把它取过来的话 所以有三个公式